老婆 你来接我出狱了 别喊我老婆 老娘什么时候嫁过你 你一个做过老 配吗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实话告诉你吧 叶玲玲哪 早就是我的女人了 你的女人 老子用得很顺手 讨厌张少 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玲玲 你不是说会等我出来吗 就你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样子 连张少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了 也配我等你 我当年入狱 原来是你们合伙见害我 戴了几年绿帽子 又坐了几年牢 你这个 才明白过来啊 我 要不是念在你八年前曾救你 现在 已经是一具尸体 哈哈哈哈哈哈 救你 救你一个 也配我救你 哼 当年要不是夜晚心里非要救你 你以为你能活到今天吗 你说什么 救我 是夜晚心 天灵 别跟这话 再晚了 没房间了 哈哈 船 遍 无党无养战人出列 无党无养战人出列 当年我含冤入狱 秘密加入组织 征战北京 如今功成名就 有些债是什么也算 战神 从下一查经 当年害您入狱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不过 叶玲玲和张浩是受人指使 背后之人 可能是金城萧家 金城萧家 八年前萧老爷子 把我逐出家门 我逃至江州 险些丧命 他们为何还不反 严下令 是否要灭了一个人 不必 区区业家 含之可灭 我们真正的敌人 是萧家 是 秘密 放出消息 新年当夜 战神将亲领叶家 这 什么 战神要亲领我叶家宴会 好 太好了 哈哈 我叶家 若是能得战神请来 必将尽为世家呀 爷爷 这还不是多亏了 您的神望 哈哈哈哈 满青 这是何欢散 这一次 你如果能帮叶家 攀上战神 家族企业 还有你的份 我不能 滚出叶家 猪爷爷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哈哈哈哈 你们用心了 各位 在这里呢 借着这个机会 再给大家宣布一件喜事 林林和张绍 下周就要结婚了 哈哈哈哈 叶家 这是双喜临门啊 今天 不仅一体信任喜结连礼 就连北京战神 也来一家做客 叶家主 有福了 恭喜叶家主 哈哈 谢谢各位 爷爷 你个丢人鲜眼的东西 你怎么穿成这样子就来了 你今天不知道战神要来呀 我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成心想让我们叶家 在战神面前难堪 不是这样的 爷爷 我 我被人走到房间 住口 才嫌不够丢人呢 我宣布 从今天起 将夜晚前 终出家族企业 以后 不是爷家的人了 爷爷 我小的东西 快跪下给爷爷道歉 妈 我又没做错 跪下 敢恨我的女 你敢恨你 恨我的女 你 你业家伙 逆 小夜 哟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条被我一脚踹开的废狗 我劝你识相一点 赶紧从这里滚出去 你算什么东西 你 小夜 你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罢了 哎 你现在 立马跪下 从老子胯下 钻过去 我还能饶你 你又算什么东西 你 真是赖蛤蟆不咬人 隔一人 张绍的舅舅 可是富华财团的经理 你个臭药犯的 给张绍提鞋的不配 来人 这个废物 给我轰出去 放肆 小夜 当年叶家好心收留你 你去恩将仇报 你这个像我说的白样了 叶老爷子 当初救我的是晚清 可不是你们叶家 如今 你把晚清逐出家门 我小夜 再也不欠你们叶家门 晚清 愿意嫁给我 这就是珠宝杂志上 排名第一的 海兰之星吧 听说这没戒指 价值五千万美金 五千万美金 这条废狗 他是这辈子都没见过 五千万美金吧 晚清 这只是求婚戒指 到了结婚那天 我会给你更好的 小夜 拿一个假货 你还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你一个一穷二白的窝囊费 也就只能买得起 这样的地摊货了吧 拿的假戒指 就像娶我的女儿 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你个废物费 小夜 你是真心的吗 晚清 我发誓 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新娘 我愿意嫁给你 晚清 你疯了 你真打算嫁给一个做够老和的废物 妈 我再定他了 这小的东西 来人 把这小子双腿给我打拾 套出去胃口 龙皇大人大 战神贵士来了 叶家家主 叶家家主 叶小山 恭迎龙皇大人 叶家得罪战神 面见战神资格取消 叶家家主 不要当心了 不要惹了不该惹的人 我叶家到底犯罪了何人 叶叶 一定是叶晚清那个表赛的 一定是他 在外面胡作非为 惹怒了战神 叶叶 我没有 出口 你已经不是我叶家的人了 还不给我滚出叶家 叶老爷子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下 你今天把晚清赶出叶家 到时候 你可别求这晚清 我们走 你这个窝囊废脑子有病吧 就你这个废物样 还想威胁叶家 你配吗 你这只狗 也能听得懂人话了 张浩可是帮叶家 拿下了和复华财团的 八千万订单 你有什么脸和他比 你有这个实力吗 就是 复华财团 可是江州第一大财团 你这个废物 他是奋斗一辈子 也够不上一根手指头 护华财团 辣子 你才是辣子 你给老师等着 你们这群一贯情少 一个 这个萧义 简直欺人太甚 就是啊 爷爷 爷爷 战神不来 肯定也是萧义那个废物害的 爷爷 你想想办法呀 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 在咱们头上拉屎吗 萧义 这个丧家之群 饶不了他 不过 当务之急 还是要跟复华财团 把订单合同签了 妹妹 这事就拜托你和张少了 叶家主请放心 这复华财团经理啊 是我舅舅 订单都已经订下了 签个合同 有人吗 男的 这块预配是父亲领死前 交给我的 萧家的目的 难道是这块预配 战神 有何吩咐 去为我办三件事 第一 立刻收购复华财团 明天 我就要做复华财团的总裁 是 第二件事 下个月 我要举行一场世纪婚礼 好好准备一下 我要给婉清 一个惊喜 说下明白 第三件事 立刻调及龙五位 给我盯着京城萧家 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马上想回报 是 战神 你这个害了婉清的废物 阿姨怎么不去死了 妈 萧嫣 你越过来 婉清 立刻被车 去我亲家 婉清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 你瞧瞧你 惹了老爷子 被逐出了叶家 我们家算是撤你完了 妈 你别害我妈 你心里要有我这个妈 就赶紧离开这个废物 妈 我一定要跟小玉结婚 她到底跟你灌了什么 灵魂汤亮 妈 八年前是我救了她 是你看她一身名牌 比我认为给姐姐 这次我说什么都不会放手了 谁知道她哪来的一身名牌 明明就是个穷光蛋 我不管她穷不穷 反正这次我跟丁她了 要我不拦着也可以 只要她消易废狗 能拿出五千万的彩礼 我就立马同意 妈 消易她只是个普通人 她怎么能拿出五千万呀 拿不是五千万彩礼 小小娶我的女儿 不就是五千万 我消易出了 就你这个废物 能拿出什么五千万 她连笔刀都干净 还是回家做你的白日梦吗 这是 新银行的钻石黑卡 这里面有五百 你真当我是老糊涂了 拿一张破玩具卡片 你糊弄谁呀 你这个废物 能有什么钻石黑卡 阿姨 这是 你还想梦我 我可是见我世面的 你要是真想去晚清的话 就把五千万拿出来 好 三日之内 我会亲手将五千万 送到晚间手上 战神 凤华彩堂已收购 您已经是彩堂的总裁了 婚礼的事筹备的怎么样 一定下江州市最豪华的七星级酒店南桂坊 婚纱由二十名世界顶级的设计师开始制作 婚礼所需的各种东西 沿着帝王规则 加急安排 做得不错 记住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是 对了 肖家那边怎么样 天罗帝王已经布下 肖家那边还未有动静 既然叶家和肖家勾结 那肖家 应该已经知道我回来了才对 战神 为何不直接灭了肖叶两家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在不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之前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我 是 战神 对了 安排一下 明天我要去 哎呦 这不是我那前男友 哦不 是我那窝囊废的妹夫 萧毅嘛 这儿可是富华财团 你这穷酸废物来这儿干人吗 滚 不然 我要你自己带着 张浩的舅舅 可是富华财团的经理 你若是现在跪下来求他 或许 可以施舍个保安给你当的 嗯 我劝你们 最好管好自己的臭嘴 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我好怕怕呀 萧毅 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啊 哦 对了 我们结婚的酒店定下来了 五星级酒店 童月楼 在江州 那可仅次于龙桂坊大酒店 还想跟我们比婚礼 也不撒棒尿照照自己 还什么轰动江州的世纪婚礼 真他妈会吹牛啊 年龄 这种穷翻废物还搭理他干什么呀 我舅舅还等着咱俩呢 你舅舅 你信不信 等会我让你们 和你舅舅一起爬着出去 哈哈哈哈 哟 你又开始吹牛了 小艺 咱们走着瞧 看看一会儿 到底是谁爬着去 小总 我是您的秘书周宇童 负责协助您处理 富华菜团的一切事宜 今天 是我接任富华菜团的第一点 我只交代几件事 小总您说 第一 所有员工的工资 上涨15% 我的身份 必须捧毕 最后 由你来负责 富华菜团的一切事 谢谢小总青睐 第二 以我为换期夜晚签的名义 注册一家公司 是 第三 中植与江州业家的一切合作 第三 中植与江州业家的一切合作 立刻开除 负责和业家合作的经理 小总 刘富贵经理 已经在富华菜团工作八年了 您这样开除他 恐怕会惹人非议 您再考虑一下 不必 就按我的意思吧 如果他要问起你的话 你就告诉他 他的外甥张浩 留作了一个他这辈子 不忍不起的人 明白 舅舅 这次咱业家能与富华财团合作 可真是多亏了您呢 我爷爷特意让我来感谢您呢 这里是一百万 是我们特意来孝敬你 哈哈哈哈 这马上都成一家人了 还这么客气干什么啊 哈哈哈哈 哎 舅舅 这富华财团呢 可是江州首居一指的大集团 这样不这么多 以后还希望舅舅多多关照呀 自然自然哈哈哈哈 啊 那舅舅事不宜迟 咱们赶紧把合同签了吧 对哈哈哈哈 哈哈可以可以 慢着不许签 慢着不许签 哎周总 你怎么来了哈哈 刘经理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富华财团的人 啊 为为什么呀 怪就怪你外甥惹了不该惹的人 我 张浩 你小子惹谁了 舅舅 我不知道我来人 把他给我丢出去 你把老子害惨了 哎 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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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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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总 刘富贵和叶家人已经赶出去了 好 您未婚妻公司的手续也已经办好 好 告诉江州各大使家 明日 富华财团将进行招商大会 会合作者提供实力的订单 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参与锦标 去 华晴 这便是我送上的彩礼 我会让你成为江州市最幸福的 战神 大师傅 什么事 让你这么着急 我们的眼线得到消息 秦玉莲要把夫人嫁给林家少爷了 人已经开到夫人家了 林家 很远 很远 好 婉晴 你就听妈的 立刻赶紧离开那条废狗 马上嫁给林少爷 妈 我说了我非小爷不嫁 林少爷可是对你一片痴心呢 他这次啊 从国外回来啊 就是为你而来 林家在江州啊 那可是名门望族 那哪是消息那个废物 赖蛤蟆能比的 消息他现在是一无所有 可是我会陪着他飞黄腾达的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姐姐可是连结婚地点都定下来了 那可是在童业楼 五星级的大酒店 要消息那个废物怎么比啊 在江州也只有龙桂房 比童业楼更奢华 龙桂房 我们是不敢想了 不过呀 林少爷答应啊 只要你同的结婚 就会在童业楼包下一层 不属你姐姐的 我结婚是为了兴奋 我不是为了跟别人比的 是林少爷来了 林少爷 你归为林家大少爷 能看上我们家宝贝女儿 是我们的荣幸 万青 万青 你家宝贝女儿 你家宝贝女儿 哎呀 我剁了你的手 我老婆的戒指 我再回送 轮不到你 再说了 你这种货色 也配娶我的了 垃圾货色 我倒看看 你能拿出什么智能作戒 天星戒指 天星戒指 听说啊 那可是陨石打造的戒指 世界仅有一枚 小艺 你可真能吹牛逼啊 行 你要是拿出来天星戒指 天星戒指 我当着你的面 跪下来 叫你罢了 好 你记住啊 这可是你说的 真是个白痴 还想跟林少爷比 也不撒胖尿照照自己的身份 比那癞蛤蟆的强多少 林少爷可是跟富华财团 签了上亿的订单 林家市职可是翻了好几倍 有了这笔订单 林家定能晋升为世家 小艺 你这废狗 拿什么脖子啊 林家 拉脚 说什么 终止与江州林家的一切业务 说什么 立刻就行 小艺 你可真能吹牛逼 你以为打一个电话就能下午 你这个混账 快点给老子回来 我林家就要破产了 爸 我我我我这就回去 都是你这个废物害的 晚清被除除了叶家 现在又被叶琳琳压上一头 你让我这个脸往哪儿割啊 妈 你放心 到时 我会让叶家跪着去晚清回去的 我等着看你抽丑吧 谁出丑 还不一定 小艺 我妈的话你别太放在心上 这里是我攒的全部情绪有二十万呢 你拿去办婚礼吧 婚礼啊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呀一定给你一个清洗 对了 我也有礼物要给你 这家江都体团 是我以你的名义成立的一家公司 明天就是富华赛团的招商大会了 我已经替你报名了 小艺这 我 我 我真的可以吗 放心吧 叶家把你住出家族企业 我们便自己成立一家公司 我相信你的能力 你一定可以的 好 上次弄丢了富华财团的订单 爷爷对你很失望 爷爷 多怪萧毅那个废物 一定 一定是他从容捣乱 这次招商大会 你必须不择手段 拿到跟富华财团的合作 否则 就别来见我 是爷爷 我一定会不择手段的拿到订单 叶婉清 你来干什么 自然是来招彪子 小艺 就凭你这个癞蛤蟆 也配来招标 一个劳贩子 还真是会恶心人呐 不许你这么说小艺 我们说错了吗 今天可是富华财团的招标大会 你一个丧家之犬 还不赶紧哪凉快哪呆着去 敢不敢打个 我要是中标 你若是中标了 老娘就裸奔 那你就等着吧 到时候要你老公账号 亲眼看着你丢人 哎 你 各位的招标文件我们已经看过了 我宣布 富华财团的合作者是 叶婉清小姐的江都集团 我 谁知道这个狐狸精背后用了什么手工 要不然凭他怎么可能中标 完了 我该怎么回去跟爷爷交债 只能用那一招 到此结束 我先到门口等我一下 什么事 小总 那个叶琳琳说他要见富华财团的总裁 看他的意思好像是要献身于你 需要安排我和他见面 是 叶琳琳 你还真是狗敢要知识 叶琳琳 脱衣服 您是认真的吗 那叶家和富华财团的事 有什么事情 先脱了衣服之后再说 小音 你 你怎么在这 你这个废物 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说 赌输了就要裸奔的吗 看在以前的份上 我给你面子 你给我记住了 你今后不许对婉婷下手 不然 我饶不了你 你 妈 告诉你个好消息 先别说这些 你听说了吗 龙徽芳被人包下了呀 是怎样的才利呀 这才叫婚礼呀 你可这个废物能比得上吗 妈 你怎么又说这些 妈也是为你好啊 你马上就要婚礼了 被你姐姐比下去 你怎么在叶家抬得起头啊 喂 李少玛 我这就叫婉婷过去 到时候啊 你们生妮子是熟饭 还是婉婷不嫁给你啊 我不是让你不择手段的拿到富华财团的订单吗 怎么会让叶婉青那个小女子抢了先 爷爷 一定是叶婉青那个 用了什么手段 他表面清纯 谁知道他背地里 闭嘴 你现在 去跟婉青道个歉 看看他能不能让出来几个项目给我们叶家 爷爷 那个 说了 说他拍上了富华财团 已经不把咱们叶家放在眼里了 他真是这么说的 千真万劝 爷爷 如今他自己开了公司 又拿到了富华财团的订单 他要是还念着咱们叶家的半分温情 又怎么会抛下叶家独自合作 岂有此理 林林娜 这样 你的婚礼 爷爷给你出一千万 到时候风风光光的打扮一场 好好命命 叶婉青的威风 是 爷爷 婉青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 什么都可以吗 那我可以请我的偶像明星陈颖来吗 陈颖 你放心吧 她是我的高中部学 我一满意 好啦 我就这么一说 能跟你结婚我已经很幸福了 马晴 陈颖等一下 我不是你粉丝 陈颖你不认得我了 小艺 你来百生娱乐做什么 陈颖 我为婚妻特别喜欢你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想邀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参加你的婚礼 小艺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 我现在可是大明星 是你这个穷逼能请得起吗 特别 陈颖 三分钟之内 我要成为百生娱乐的新老板 是 战神 秦玉莲带着叶碗青去见明星飞了 您的妻子有危险 你们妈妈玩我就不打扰了 哎 晚青 这就还两个人 你逃不了 你你别过来 晚青 你放心 我让你耍本天的 放开我 臭婊子 再敢乱动 老子把你扒光了 丢到街上去 你再敢动他一下 我笑你命 小艺 救我 小艺 来得正好 上次惹我还没跟你算账 信不信 老子当你的面 玩死你的女人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来向晚青道歉 要不然 我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好大的口气啊 你这条丧家之犬 有什么资格的状况 来人 小艺 这可是我的地盘 哎 发的嫩死 我想利你一百万 你想干什么啊 你敢动我 我爸不会放过你的 你爸 你爸 很牛逼吗 你个啃爹的垃圾 我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我临家产业里闹事 爸 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你这个废物 连一条野狗都对付不了 你别叫我爸 你是 你是 爸 你很愣着干什么 赵官弄死他 蠢货 你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 你自己要找死 就别来牵连我临家 大人饶命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与我临家无关 您大人不及小人过 千万不要迁怒我临家呀 爸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就凭你 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你儿子感动我妻子 该怎么做 你心里很清楚 你连家是死是活 就看你自己了 是 来人 来人呢 把这个逆子的腿 给我废了 爸 爸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救我 是不是你一个儿子 爸 爸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请戴出去 是 爸 他究竟 是什么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就是北京战神 北京战神 小叶 小叶 为什么临家主见了你那么害怕呀 因为我是北京战神 你有逗我开心 北京战神那么大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来江州这种小弟 小叶 你这个死皮烂脸的东西 还缠着我们家晚亲干什么 妈 妈 别叫我妈 林少呢 你怎么跟这个癞蛤蟆一起回来了 那个林郡飞他想对我 是小叶救了我 救你 我看他是坏了你的好事 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妈 我跟小叶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以后不能再这么说他了 你 晚清 你这是昏了头啊 你姐姐逼下去 我看你以后怎么开得起头 林林 给四大世家的喜帖都送到了吗 爷爷都送到了 四大世家都答应了 会派人来参加我的婚礼 好啊 四大世家 他都是我们江州市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有他们在 林林 你的婚礼一定会风风光光的 多谢爷爷 叶婉亲 你就等着丢人吧 战神 百圣娱乐已经收购 娱乐圈一大半的艺人都是您的了 好 安排一下 明天要陈莹来公司 是 婚礼的事 早别再怎么样了 一切准备就绪 婚礼在即 没有宾客怎么行呢 禀战神 全球首富中东王子以及战神亲信 听说您要结婚 已经说好要带着重礼前来了 还算他们有点意思 能参加战神的婚宴是他们的荣幸 小义 你怎么在这 你知道这是哪吗 我自然知道 这个位置也是你这种穷屌司能坐的 还不快滚 等会总裁来了 让你跪着爬出去 你听来了黄总 你看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叫花子 等会我就找人把他赶出去 不长眼的东西 这位就是我们新任的总裁 他 他是总裁 怎么可能的黄总 这条废狗怎么可能是总裁啊 闭上你的臭嘴 你是不是不想再百姓混了 他 他真的是总裁 对不起 小义 你不要封杀我好不好 现在肯听我说话了 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面子上 我不难为你 后天的婚宴 你必须参加 好 能参加肖总的婚礼 是我的荣幸 会一下吧 是 后天就是我的婚宴了 婚纱准备的怎么样 由数十名顶级工匠制作的婚纱 已经完成 好 我不想暴露我的身份 你安排一下 明天 我要带着我一起和试婚纱 是 请出示您的会员卡 我没有会员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 没有会员卡不得接你 去把丽莎叫上来见我 小义 丽莎可是全球顶级的婚纱设计师 你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配吗 我要见谁关你什么事 叶婉清 你跟着这个土鞭可真是丢人现眼啊 这里可是需要VIP的 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滚开吧 我劝你最好闭上自己的臭嘴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小义 你还想打我不拆 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可是你们这的会员 你们还不赶紧把这两个叫花子丢出去 住手 毕萨大师 多怪这条废贵在您店门口乱费 少了您的亲近 这二位是我最尊贵的客人 你们算什么东西 你 大师您搞错了吧 他他不过就是一条丧家之犬罢了 丽莎大师 我是张家的人 也是你们店的VIP 张家 我还不放在眼 至于VIP 你们现在不是了 取消这二位的会员资格 拉入黑名单 这 什么 肖先生 特意为您定制的 时尚仅此一套 万强 明天 我们就要结婚了 我说过 我给你一场 轰动江州的婚礼 我不在乎那些 只要能跟你结婚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万强 明天 你一定是江州 你最主要的事业 四大家族 增加少爷到 林小姐 新婚快乐 谢谢 好美情 万青 你看看你姐姐 连四大家族都过来祝贺了 你不要嫁给你那个臭要犯的 跟你说你听不听 妈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 叶婉青 你也就只能沉沉嘴上的功夫吧 今天过后 你怕是要成为整个江州的笑饼了 你看 我老公来了 肖毅呢 他怕是吓得不敢来了吧 小语他才不是这种人 一个废物说的大话你也信 你就等着出丑吧 万青啊 我看小语那个癞蛤蟆是没胆子来了 要不 我现在赶紧给林少尔打电话 让他把你娶回家 妈 这种人陷阱的东西 这种人陷阱的东西 赶快把离婚协议签了 不然 不是我叶家的 爷爷 你已经赶走过我一次了 我还怕第二次吗 小语我是非嫁不可了 今天这个离婚协议 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我怎生了你这个女儿啊 你觉得小语那个废物还有恋来吗 上次他还吹牛说要送你天心戒指 现在连接亲都不敢来 太丢人了 爷爷 这协议我是不会欠的 混账 你给我滚出业家 凌流女星陈寅到 当红女星陈寅 她怎么回来 江浩 你对我真好 我 晚清 祝你新婚快乐 张晨 都安排好了 好戏要开始了 你 是肖义托我来的 肖义 怎么会 就凭肖义那个废物 家主不好了 江州出大事了 怎么了 全球首富来了 什么 奉肖先生之命 为叶小姐公司送上百亿订单 祝叶晚清小姐新婚快乐 百亿订单 这是多大的手笔啊 家 家属 中东王子来了 你说什么 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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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了 战 战 战神新信来了 奉肖先生之命 为叶小姐送上战神殿信物 祝叶小姐新婚快乐 战神殿信物 战神殿信物 到底是什么人 小姐呢 这 这 王庆 让你就等了 再给我吧 天心戒指 你可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啊 这枚戒指 这枚戒指一定是假的 他这个废物 凭什么拥有那样的宝物 有眼无处的东西 这枚戒指 可是由战神殿亲自保管 怎么会有假 难道是我看走眼了吗 小姨 她不是谁 小姨 小姨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你也配 这是我的戒指 小姨 你这是给我准备的对不对 喝了心的东西 小姨 你曾经不是说过 你最爱的人是我吗 叶玲玲 以前是我瞎了眼 从今往后 我爱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一切 马强 这枚戒指 只属于你一个人 小姨 晚清 之前爷爷说的那些话 你们不要放在心上 晚清 还是你眼光好啊 当初你带小姨回来的时候 都怪爷爷有眼无助 没有看出来 小姨 到底是什么时候 小姨啊 今天 是你跟晚清的新婚大戏之日 如果不介意的话 爷爷亲自给你们主持婚礼 谢谢 谢谢您的祝福 晚清现在是我的妻子 他的爷爷 虽然也是我的爷 哎 今后啊 您要好好过日子 小姨 你可要好好对待晚清啊 妈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晚清 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好 晚清 我去一趟洗手间 这谁 是属下是只 喂 去查一下 是谁派他 是 小姨 你怎么会认识那些大人物 是啊小姨 你会有别的身份吗 是啊小姨 你不会是有别的什么身份了吧 哪里有什么别的身份 我只不过是救了他们一命 还我人情罢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嘛 你怎么能有什么本事 还真是一条废狗 妈 说什么呢 我喜欢这是小姨的人 又不是她的钱跟权 没钱和地位有什么用啊 你是不是傻呀 妈 你放心吧 带给婉欣的 我都会给 说的轻巧 你这条废狗怎么给 你配吧 妈你别说了 小姨给我的已经很多了 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婚礼会这么晚的 谢谢你小姨 你你你你真是糊涂了 万千 我一定会让你做世界上最羡慕的女人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羡慕你 妈 我相信小姨 你这个死丫头 我看你是疯了 用她一个试试 你这个废物 你怎么干 小姨 你先放开妈 有话好好说 我 我这就告诉老爷子去 妈 这回小姨让咱们叶家赚足了面子 晚清没有看错人呐 这有几个破钱了不起吗 野气也想变凤华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爷爷呢 这样的话 别再说了 我呸 谁跟他是一家人 不知好歹的东西 狗都瞧不上他 严玲玲 婚礼上 让我叶家颜面尽失 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呢 以后 对小姨和晚清 最好客气点 爷爷 爸 你管管你的好孙女 快把我气死了 哦 玉莲呢 你来的正好 肖逸这个小子 到底什么来途 他能有什么来逃 废物而已 婚礼上那些人啊 都是他求着人家来的 几乎把咱家人都耍得团团转 既然是这样的 大胆 他竟然敢欺骗咱们 欺负到我夜九山土上 爸 您息怒 为这种小人 不值得生气 行啊 肖逸你这条废口竟敢骗我 狗男人 我跟你们没完 三天之内 如果肖逸还活着 消失的就是你们宗家 是小丑 是 嘿嘿嘿 嘿嘿嘿 曾哥 怎么了 要不要我叫几个姑娘过来玩玩 嘿嘿 不用 嘿嘿 曾哥 新到了一批后 还有个厨呢 我说了不用 我现在没有心情 我带你不跑了 我带你不跑了 嘿 没有曾少 就没有猛虎帮的今天 嘿嘿嘿 行 那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自从婚礼见到了夜晚清 老子就想跟他睡一觉 他死了都是呀 嘿嘿嘿 曾哥 这何难呢 我这就把那个夜晚清抓来 共曾少想用 哈哈哈哈 想用是要想用 但老子的目的是弄死消忆 你把这件事干好吧 成东的地盘 就是你的 哈哈哈哈 多谢曾少 哈哈哈哈 多谢 曾少 门外有个夜家桥夜小店名 都是夜晚清 这是 夜玲玲有意懂 去查 看看他究竟有什么目的 是 怎么是你呢 曾少 怎么不能是我 难不成 你还在期待什么人 哎呀 怎么会 美人前来 我求之不得呢 哎呀 曾少 不要这么心急嘛 人家前来 是有事相求吧 有什么事 说说看 我是想请曾少帮我 教训一下 萧毅那个废话 萧毅 萧文明想除掉萧毅 萧毅一死 夜晚清不就是我们了 还能顺便卖夜连练一个人情 真是一举三 嗯 我是想帮你 可是 曾少 这样你肯帮我 什么 我都答应 玩不到夜晚清 先拿这夜里面谢谢我也错 给老子出去 是 是 那本少 就看你 你只要伺候好人 我就帮你 好的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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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抓住萧毅你个杂子 一定当着刺面 玩死你 放开我 大嫂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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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 调查清楚了 刺客是四大家族宗家的人 宗家 看来今晚 有些账势时候算算了 婉晴 小艺 半个小时之内 在城外飞去工厂 不然的话 你美貌妻子的清白 可就要留不住了 你敢动他一下 我灭了你全家 好大的口气啊 你干什么 放开我放开我 小艺 听到这美妙的叫声了吗 我都快忍不住了 还剩二十九分钟 你最好快点啊 哈哈哈哈 老黄 其间的五位 今晚 让我这死 哈哈哈哈 小美人 等你的好老公来了 我再好好折磨你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你个混蛋无情 不知好歹的见婊子 要不是曾少想玩弄你 早就弄死你了 不过就算是曾少 你等老子爽完以后 哈哈哈哈 都跟老子近点 只要你们弄死笑意 等老子爽完以后 他他就是你们的了 是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意 你这个废物赶来就好 老子就怕你当缩头乌龟 我自然回来 你的狗命老子还没取啊 你这个废狗装什么算 一会老子将你跪下注我 给我上 啊 啊 啊 小语 小语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 你你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凭你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哈哈 哈哈 啊 王庆 把他们处理干净 是 战神大人 你 你是战神 战神 我是被逼的 都是赠手 这是我干的 曾文忠 对 让他夜婚礼上看上了一妻子 令我把他抓来下给他 叶连连那个婊子 这都是 是他们的意思 不干我事啊 我之前就说过 敢碰我妻子一下 不灭你全家 提令 图灭蒙虎吧 一个不留 是 至于曾文忠 他很快就会下去陪你 你 哈哈哈 不 没碰我 别碰我 别碰我 王庆 没事了 是你救了我 我说过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那先睡吧 啊 战神 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好 属下已经调查清楚 曾家 确实和京城小姐有勾结 好 今晚 我们就给曾家 伟大 祝老爷子 福如诺海 寿彼南山 好好好 曾家主 今天可是你们曾家最后的情 再杀不了 萧毅 你们曾家 提头去见萧毅 齐老 上次刺杀萧毅失守 实属意外 如今 萧少派您老前来 定会万无一失 爷爷 不必劳烦齐老出手 我已经派蒙虎帮的人 抓了萧毅的老婆 不愁他不就范了 哼 你那个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自从上次参加完叶家婚宴回来以后 你就魂不守舍 你不是看上那个叶婉清了吧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爷爷 那个叶婉清啊 确实和孙儿的胃口 孙儿日似夜想的就想得到 你呀 这样的女人 完完丢掉就是 可别耽误正事 放心吧爷爷 那个我已经设下圈套 今晚萧毅必死 黄龙这个蠢货怎么还没消息 不会是失手了吧 曾老爷子 今日你曾家到头了 大胆 何人如此放肆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自然知道 曾老爷子 今天我萧毅前来 就是来给你送终的 萧毅 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你可是自己送上门呐 只要杀了你 我曾家将一飞冲天 萧毅 我曾家是你舍不起的 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老子大发慈悲 留你的全尸 曾家 好多病 明天过后 明天过后 江州城内 又再也曾子 大胆大胆 你这条丧家之权 如此放肆 来着 曾老爷子 别等了 你的手下 已经全部倒下了 这么说黄龙子 江州城内 再也没有王虎帮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谁 你们还不配知道 七老 请您出手助我曾家 七老可是精神修下的人 小子 你今天火到头了 精神修下 一群废物 你们不用说 老夫自会出手 小义 京城修下是不会放过你 今天你必死 京城修下 拉起吧 你敢侮辱京城修下 老夫让你 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就凭你说 谁派你来的 你一个 你一个将死的 蚪蚁 没必要知道 齐老大师 曾经可是 战神麾下 龙武卫的一员 小子 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今日 增加病 当我这死 放肆 齐老大师 你快弄死他 龙皇大人 到 龙皇大人 什么龙皇龙 摆了个猴子 放肆 龙皇大人是战神亲戚 有凭你 也敢侮辱 战神亲戚 江州僧家 供应龙皇大人 不知龙皇大人驾临 有何要事 龙皇大人 不知道 您还记得我吗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 讨计你 我 胡道 什么 你是战神 龙皇帝 是 增加 对战神不敬 烧生 就是 少爷 我错了 你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啊 都是这个七老 和萧少相逼的 与我们增加无干啊 战神大人 饶了我们增加吧 是谁派你来的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 我是不会说的 杀死 我说我说 是你大哥 萧文鼎 萧文鼎 我被赶出萧家八年 他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 我真的不知道呀 战神 您看在我曾经是龙武威的份上 您就饶我一命啊 大师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弄死萧以后后 我要他身上的一样东西 大哥 好久不见 萧业 你个臭小子 你命还真硬啊 大哥 你到底想要我身上的什么东西 反正你已经知道了 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只要 你把余佩交出来 我就饶你一命 他的武威 果然是那块余佩 余佩就在我的手上 有本事 你自己过来呢 小野 你不过就是我 萧家弃养的一条狗 我劝你识相点 还有 老爷子 现在也快不行了 刘大彪 你回家见到最后银鸭了 记得把玉佩戴上 小少 你为何要告诉他老爷子的事 放心 他一定会来的 到时候 岂不是更情而易举 小少 你真厉害 但是 你饶了我 饶了我 你的身份 我不会告诉萧家的 你是一个聪明人 你应该明白 只有死人的罪 才是罪了我的 你这个逆死 我们萧家 就毁在你手上了 恶好 还不都是你惹的祸 要不是你想要 攀交京城萧家 我萧家怎会如此 你 还是 你来处理一下 是 萧家 老爷子 是 小野 你是不是有新事啊 婉婷 我 我知道 你有自己的秘密 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逼你的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婉婷 其实 我是京城萧家的人 当年我父亲三死 爷爷把我住住家门 这些年 他们一直不肯放过我 我入狱 也是他们所为 他们不是你的亲人吗 怎么会这样 我本来不想和萧家再有任何关系 只是刚才我得到消息 说爷爷病中快不行了 我还有些事情要问他 所以我想 先回京城一趟 小野 你杀 你不能绐这 怎么会有一点 我看不见 我的婉婷 可能就会 你们 宁静 我 是不是 给你 什么呀 富华总体 富华财团 富华财团 其实 我是富华财团的总裁 什么 那这么说以前 我想把富华财团 用我到江州集团的名下 这样 江州就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 小姨我我不行 我不行了 我不行我相信你 可以的 去给股东打电话 我要召开股东大会 萧总 这几个股东都不吵惹的 尤其是那个陆文龙 他最近收购了很多 其他股东的股份 野心极大 你就告诉他们 不来的话后果自负 是 咱们这新来的总裁 连面都没见过 不知是何望省山 对呀 老子可是公司的大股东 不管谁敢惹老子 老子都反了他 好大的口气啊 我还当咱们的新总裁是个什么大人物 原来是个毛头小子 看来 陆总是不服我了 很可惜 你没有这个资格 小子 你懂什么是管理公司 你还是趁早把总裁的位置 交出来 不瞒各位 我今天来 就是来把总裁的位置 交出来 算你小子实相 我打算 把富华菜团 并入到江度集团的云下 以后 这位叶小姐 就是你们的新总裁 什么 我不同意 让一个小娘们 踢到我们头上 我们还不如反了呢 就是啊 我今天来 不是来问你们 而是通知 谁有意义 可以提出来 这件事我老陆第一个不服 凭我们在公司的股份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三道四 我给你们两条路 要么同意并购 要么拿钱走人 我愿意以百倍的价格 收购各位手中的股份 考虑一下 当然 同意收购的 我也不会亏待你们 和平后 我会以叶小姐的名义 追加百利投资 到时候 你们手中的股份 高 你们怎么能相信这个毛头小子呢 他一定是想把我们给卖了 就你 我消逸还看不上 小总 我们自然愿意留下 但是 你有能力 能够维护我们的利益吗 就是啊 在座的 在座的各位同意收购的我愿意每人五百万 各位 好好 消逸 你拿得出那么多吗 你们可 你们可不要被他骗了 我消逸做事 但是 还不需要你来执着 你 我答应的 一定 至于你 至于你 滚出富华财团 你没有进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来处理一下 我只要进 你 是 你 如今 婉青收购了富华财团 我们叶家 真是高攀不上了 爷爷 我就说他是个白眼狼 现在 根本不把我们叶家放在眼里 住口 要不是你从中挑拨 婉青怎么会负起初走 爷爷 明明是你 你给我住口 婉怜啊 你跟婉青毕竟是母女 你去瞧瞧她 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叶家一些订单 这 其实是我出面 你去好好瞧瞧婉青 我想 她也不会不念我们叶家的恩情 婉青 妈有事跟你说 妈 怎么了 我是受你爷爷所托 来求你给叶家订单的 妈 叶家已经把我住住家门 我现在跟叶家已经没有关系了 婉青 你现在可以说是江州首富了 你随便食射一点给叶家 也足够叶家一年都收入了 你就帮帮叶家吧 妈 我把话放在这儿 订单我是绝对不配合给叶家的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都是一家人帮帮自己家怎么了 帮忙 这是帮帮忙的事吗 你个不小女 小艺 小艺 反了你了 反了你了 你竟敢打我 我们走 小艺 你给我等着 反了你了 我 小艺 爷爷 你来了 你现在归为江州集团的董事长 爷爷 真是高盘不起了呀 爷爷 您快别这么说 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 订单我是不可能给叶家的 你让我妈来求我都没有用 晚清啊 你现在发达了 还真看不上叶家了 但是你别忘了 你可是叶家的人啊 老爷子 你这话说的 未免也太恬不知迟了吧 当初我就说过 你们把晚清赶出叶家 总有一天 你们会求他回来 小艺 你算个什么东西 晚清 现在贵为江都集团的总裁 你这条废狗 费得上吗 爷爷 其实呢 富华财团 是交易上的 什么 你跟我来 那小子到底能帮你什么忙 以你现在的身份 他是高攀不上的 爷爷劝你 尽早踢了那套废狗 我给你介绍 有权有势的少女 婚姻是讲究门斗虎对的 爷爷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公司合并多亏了萧毅 要是没有他 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他在等人 什么 叶婉清 你再开玩笑吧 萧毅那条废狗 能有什么本事 是啊婉清 你不愿意给叶家订单 也就算了 不能拿这话来搪塞我呀 我说的句句属实 甚至就连江都集团 也是萧毅帮我成立的 萧毅 她到底是个什么人 龙皇大人的 什么 龙皇大人怎么回来我叶家 叶家家主 恭迎龙皇大人 好一个叶家家主 竟敢对战神不敬 你们不想活了吗 战神 关键 什么战神 什么战神 施舍大人 你不会是认错人了吧 这条废狗 怎么可能是战神 他不是我业家的一条 看门狗 竟敢觅入战神 怎么可能 他那个废活样 你是不是看错了 你哪来的胆子 龙皇 萧毅 我就知道你的身份不简单 我请 对不起 我不该一直瞒着你 我也有不得意的苦衷 战神 之前多有得罪 请见谅 没关系 不敢不敢战神 我和婉晴商量过了 愿意把罚的订单 让出入业家 但条件是 业家必须让出百分之四十 全给我钱 全听战神安排 毕竟 谁意思 再次 集结所有的龙伟位 两天后前往京城 是 是 但是 那 您的妻子 我会拨索 婉晴 我有话想和你说 你 是不是要走了 看来 都知道了 你不会怨我吧 小野 我就是担心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放心吧 等我办法事之后 我立刻就回来 那 拿狗 莫青 等我回来 战神 罗五位全部就位 听候您号令 听令 入住京城 是 东华 找个靠谱的人 暗中不悟悉 有任何情况 第一时间会忙 是 有些账 是 恭喜萧兄成为家主 多谢各位任兄 萧某只是暂代家族吧 老爷子如今病重 萧兄成为家主 也是迟早的事了 多谢各位叔伯 带我父亲成为家主之日 一定设宴款待诸位 定儿 萧义那个丧家资权怎么样 爸您放心 爸您放心 萧义 只不过是一条野狗罢了 交到孩儿手上 哼 必须尽快拿到那个东西 狼大人已经等不及了 是 大伯 原来无恙 我的好弟弟 你果真来了 真的没让大哥失望了 我来不是为了见你 老爷子 萧义 你已经被老爷子 逐出家门了 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如果说我今天 对 大胆 萧义 你不过是被逐出家门的 一条狗 竟敢如此猖狂 萧义 你现在立刻从你大哥我的胯下钻过去 我可以大人有大量 饶你一条小命 你现在像他狗一样跪在我面前 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权势 敬酒不吃吃法酒 还这么成谎 来人 给我上 玉佩你们还想不想要 给我住手 萧义 只要你把玉佩交出来 我就可以饶你一命 玉佩就在我的手里 想要的话 自己来拿 好狂妄的小命 代老我牵住你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给我上 没想到你还有两下 难怪七王会败于你手下 不过今天你的好运到头了 完蛋 小命到 从首领到 萧家代价 恭迎京城首领 我今日来此 是受朋友所托 来见一个人的 这里发生何事了 啊 让大人见孝 这是被我 萧家主书家门的 由上家自选过来 我这就赶的 你是萧义 是 这就对了 我要找的人 就是你 大人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他只不过是我萧家的一条 废狗罢了 是啊大人 他只不过是一个没爹没妈的野杂种 怎么还认识什么大人 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 难道萧家 还有其他的人啊 今日萧义就是我的朋友 你们胆敢顿他一下 就是 与我京城万聚 大人 既然是大人的朋友 我们肯定不敢怠慢 只是 只是这个小子 他擅闯我们萧家 还如此嚣张 还希望大人 主持公道啊 公道 我说的就是公道 听得懂啊 多谢大人 相助 我来萧家 只是为了降业 听到了吗 萧家主 还不赶快让开 让萧兄弟过去 大人 大人 这是我萧家的私事 我想 你无权干涉吧 谁有此理 萧山 你别忘了 你还不是萧家家主 萧老爷子当家时 都要给我几个面子 你算什么东西 大人别生气 既然是大人的朋友 我便带他见 你就是了 请 请 爸 萧不是怎么当我 等我们拿到了玉佩 什么京城收莲 到时候 还不是要像狗一样 给你跪下 丁儿说的没错 只是萧义这条废狗 太过气人 我一定要让他 护腿代价 萧义 你想见老爷子 老爷子可不想见你 你还真是个 阴魂不散的狗东西 你 萧义 现在可没有京城的首领 给你撑腰了 说话给我注意点 这可是我萧家的地盘 一条废狗 拿什么跟我斗啊 病人需要休息 你该滚哪人哪啊 你还真是个优异 你说什么 萧义 赵义宗子是神医华汉的徒弟 你算什么东西 在这指指点点 我不和这个废物记者 你现在就跪下来给我磕一百个心 我就饶了你 你 我为你 老爷子是何病因 我跟你说了你懂吗你啊 你不懂的话 我就来教教你 老爷子不是神病 是懂 小义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胡说八道 赵义宗可是京城的名义 你一条废狗连骑鞋都不配 臭癞蛤蟆就知道装蒜 你懂是病 我师父可是神医华汉 你认识神医华汉吗 臭笔 能教出你这样的徒弟 你师父 怕也是个容易废物 小义 你算什么东西 在这侮辱神医 小心连累我们小家 你管了 你敢侮辱我师父 我要你命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们快把它给我弄死 师父 师父 就是这个狗废虎 他说您是优异 你快把他给弄死 是 在京城 还没有人这么敢说 今天我倒要看看 是哪一个吃了凶心豹子胆了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 在压局是有意思 师父 你我胡作为 别对 来看一下 老爷子是什么的 是是是 哈哈 老爷子 脸色苍白 嘴唇发紫 这是中毒技巧 看样子你比那庸医 是强一家 不过也只是一点 这个病 你怕是治不了 开什么玩笑 我师父可是神医 小兄弟说的对 在家确实治不了 普天之下 能治好老爷子的病呢 你只有老夫的师父 一先灵虚子了 灵虚子 那是何等的大女 见他都要客客气气的 他会过来给老爷子治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请他过来 小义 你做什么白日梦 你要是能请来 我吃屎 那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 怎么赌 我不要你指使 毕竟传出去 有我肖家的名声 如果我赢了 我要你们肖家 百分之五十的产业 好 如果我赢了 就把玉佩乖乖奉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丁儿 你为何要跟萧义打赌呢 这伴儿的股份 可不是小秀吗 爸 您放心 我已经调查过了 林虚子 现在正在给东国 进行下 京城 他肯定来不了 玉佩 我们拿定了 丁儿 真不愧是你啊 这我就放心了 这就将这好消息 告诉郎大人 这佩佩 到底藏着什么命令 战神 我已经将您的命令 通知给林虚子了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好 战神 属下已经查清楚 林父亲当年的死 和孝善父子有关 果然不出我所料 需不需要属下出手 不必了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还是不要打扫精神为何 当务之急 是要搞清楚这块玉佩的 都怪属下万事不利 查不到玉佩的来历 看来 只有等老爷子醒来 才能弄清楚这块玉佩的 盛依 今天就好 没想到你这条废狗还真敢来 怎么样 玉佩带来了吗 你先贏了我再说吧 后处狂言的小子 遗卫在哪里 不会再说大话了吧 萧义 我劝你还是愿赌服输 乖乖把玉佩交出 今天 你们的计划 怕凶 一千 一千林君子真的来了 京城 萧家代家主 参见一仙代 我没了 我是看待萧义小兄弟的面子 才来的 萧家 还不配我前来 你先 还请出手相救吧 是 病人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习惯 你们二位 随我一起 好了老爷子 别装了 可以醒过来 丁儿 你说一千 把我们教育做什么呢 爸 那个毒药 没问题 那可是制毒大师 用白毒提炼而成 绝对万无一之 他说是一仙了 就是神仙来了 也难求 那我就放心了 行了老爷子 别装了 你可以醒过来 果然 瞒不过你 你小子 是如何察觉的 你能骗过那些庸医 却骗不过我 你之所以假装中毒 是因为萧山和萧文顶吧 我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 他们会对我下毒手 幸好老托子我防备了一手 老爷子 你早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当年你把我逐出肖家 害我受尽欺辱 甚至我在江州的时候 他们都不肯放过我 这也算是报应吧 没错 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 所以 才将你逐出肖家 什么 义儿 其实当年我把你捂出肖家 是为了保护你 什么 你当初 把我赶出肖家 是为了保护 当年 你父亲惨死后 我就知道 就和你大伯他们 脱不了干系 我担心 他们会加害于你 所以 这才想起让你走得远远的 但是没想到 他们还不放过你 这么说 当年我去北京 也是你 没错 当年 要不是我 驻你去北京 你早就死在狱中了 那 他们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他们 就是为了你手中那块玉佩 你爹惨死 也是因为这个 这块玉佩 到底是什么呀 其实 这块玉佩 还有一个名字 名为 圣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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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枚兵符 使用圣火令者 便能号令世界上最神秘强大的雇佣兵 天玄军 天玄军 传说中的那个天玄军 竟然是真的 没错 天玄军 其实并不是军队 这却来说 是世界强者的一个俱乐部 每一个强者 都以加入他为荣 这么说 拿到了圣火令 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世界的强者 萧山他们想要拿到圣火令 这是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没错 一儿 你说的没错 他们恐怕早就和敌国勾结 一旦让他们得到圣火令 荣国 危在旦夕 爷爷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小姨 你请的一仙也不过如此吧 老爷子怎么还没行啊 小姨 你该不会请来的是个假货吧 真假这个字 愿者分数 萧家一半的产业 拿来吧 哼 我可不记得 跟你有过错 我早就想过你会表脸 你说的话 我都已经录下来发给圆导 再加上一些现实的建成 你要是不想让萧家严密尽尸的话 还是乖乖愿者夫妇 你 我的好大哥 谢谢你把萧家一半转给你 是吗 那什么事 这就消满了 你把这是个废 再拿不到圣火令 你们父子俩 提头来肩膀 朗大人 这个萧严十分难对付啊 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真是个饭头 连个萧严的队 萧严有何用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成是不足败事勇余的东西 做得 郎大人 你可是我郎国第一高手 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 郎大人放心 我保证除掉萧义 拿回圣火令 好 建神我去追 不必了 从身手来看 此人是郎国的 看来郎国的势力 已经是最精彩了 郎大人 那个萧严太厉害了 我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 郎大人 我有一击 你说 郎大人 那个萧严 在江州市 有一个妻子 我们把他抓过来 还愁 萧严不就范吗 不错 就这么办 我这就派人去江州市 战神 刚刚龙武尉来报 您的妻子 被人骗下来 说什么 不是留了龙武尉 保护海青吗 来了石锦铭高手 龙武尉寡不敌众 都怪属下万事不灵 请战神责返 这倒是谁干的 从身手来看 像是郎国的人 郎 你 出死 小先生 我是欧阳郎 我们来做场交易 由玉佩交换人的妻子 我警告你 你看到我妻子一下 灭了你浪波 传战神令 在 与东南西北四大天王集结于京城 我要让郎国的人 辅助待见 是 可是战神 他们集结需要几天时间 你的妻子 我自己的妻子 我自己救你 明天我就亲自去这场鸿门宴 会后不会的吗 既然他那么想要这块玉佩 那我就用这块玉佩 鼓一张大气 哈哈哈哈 没想到龙国还有慈等美女啊 哈哈哈哈 等我杀了你老公 一定要好好地守力 哈哈哈哈 嘿 臭老子 别给脸不了 一会儿你就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你老公是怎么死的 哈哈哈哈 混蛋 老板 我完美好了 这次定让小语有来无回 好 老公的狗门 小爷爷来了 小语你快走啊 你别过来 小语 有这样一个爱你的女人你可真信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女人玩起来是怎么滋味 你再敢搏弄一下 哈哈哈哈 要你的命 这两肺口口气还不行 就是不知道是你的嘴硬 还是我的刀硬 把我要的东西给我拿来 玉佩就在我手里 你先把我老婆给放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小语 你在做美梦啊 你不仅带不走你的妻子 你 还有物碑 都要给我留下 男人 给我上 什么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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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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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过来 才敢往前一步 我下κα他了命 把余佩交出来 小姨你快走不要管我 小姨 你就忍心让你的女人沦为玩物吗 别动她 我把余佩给你 一手交钱 一手交火 起来 你 你 你 哈哈哈哈哈哈 小姨 你快等着 把我一片 会让你像狗一样跪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 小姨 这都怪我 这下我可怎么办啊 没事的 就算天打下来 人奈何人 我 圣火令在手 我狼国有了天旋军相助 必能大平龙国 哈哈哈哈哈哈 恭喜大人 你小子做得不错 等狼国吞并龙国之日 你们掌管京城之时 多谢大人 传圣火令 召集天宣军 静节北京 三日内出军 大平龙国 是 是 同志各大家族 顺我者长 你我者王 要 长者 要 死 战神 东西南北四大天王一集结 好 我等参见战神 战神 杀杀杀杀 杀杀 如今我狼国大军和天旋军大金压境 你们龙国覆灭 呵呵呵呵 不过是 顷刻之间 今天 我请诸位来 施相 你们只要选择加入我们 我就会护你们周全 你们一定会安然无事 哼 堂堂大国 怎么会像你这 一部 你还是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放肆 兴奋不知知法经 来人 走 把这个不长眼的小子给我拖下去 堕碎了胃脑 是 远头 你们自己选择吧 要 臣服于我狼国 要 死 我奉劝各位一句 还是顺从比较好 不然 只有死路一句 我肖家 先替祝国展个态 我肖家 我肖家 不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 也配替我肖家做决定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代表我肖家 是 就在刚才 老爷子已经把家主之位传给了我 现在 我才是肖家家主 肖义 肖家家主 你也配 我不配 难道你们配吗 别忘了 我手里 还有你亲手送上的肖家一半 肖义 你来的正好 我正要找你算账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巧了 我来这儿 也是来找你算账 小义 你现在已经算是个死人了 你要是识相点 赶快给狼大人跪下 说不定 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小义 我看你还真是 是等狗当上瘾了 像你这样的狗 真是狗改不了秩序 郎大人 他这么嚣张 快弄死他 小义 大狗还要看主人 我今天 必须你狗面 正好 新仇旧恨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算算 北京四天王到 北京四大天王 那可是凌驾与各国之上最强大的力量 他们怎么来了 南国大统领参见北京四天王 北京神尊龙皇大人到 参见龙皇大人 不知诸位大人来死 有何要事 我 正是娶你狗命 什么 老大人 老大人不好了 怎么了 你全家临着倒车 我南国大人全家负面 南国未在待 滚 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狼国大人敢放我边境 就应该想到 会是现在这个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有圣火令 天玄军必须听我号令 圣火令的确可以控制天玄军 可是你别忘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手中的圣火令 不过是一块肺育吗 你到底是谁 无以战神之名 号令天下不忘 北天王 南天王 西天王 东天王 战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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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是战神 传战神令 把这些狼国余孽 给我尽数驱逐 杀无事 见你尊战神号令 小语 我是狼国使者 你不能碰我 你们狼国 马上就要灭国了 在我眼里 你不过是一只 丧家之群 我可是你大伯 你就让我让我一个吧 小语 我们可是同族同胞的兄弟啊 你就饶过我们吧 现在知道我们是同胞了 当初你们偷偷追杀我的时候 怎么不记得 我是你们的同族同胞呢 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啊 对 都是这个狼国小人逼我们做的 有可 我就不该相信你们这些龙国小人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我父亲是不是你的杀人 是他 是他是他是他 是他 杀父之仇不共人业 今日 你们必死 龙皇 动手吧 是 战神 郎国与孽一定数清楚 好 小一 小一 我没事吧 我没事晚清 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回家 龙皇 你留在京城整理一下事务 我和晚清先回家重视 是 无等恭送战神 无等恭送战神 我见了 这次 终于没人打架我们了 什么事 战神 联手进攻北京 什么 这是找死 立刻命御龙军击剑 是 万强 看来这些事 真的都会回来在座了 我等你 好 我等我 我等我参见战神 听令 万我北京者 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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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萧玉 今天是我出狱的第一 祝大家新年快乐 晚时大吉 恭喜发财 我是叶家家主叶秋山 这一次 叶琳琳没有拿到订单 我非常地失望 好在 叶婉卿拿到了东南 毕竟她也是我们叶家的人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新年到了 我叶某在此 祝大家新春快乐 兔年吉祥 万强 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 还有什么愿望没有 我的愿望是 祝屏幕前的朋友们 有情人忠诚 倦属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小野 你就是战神了 我是叶琳琳 我是张浩 在这儿祝大家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 这一件事 不是来招标 不是来招标的 那就是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晚清啊 晚清啊 你现在可是江生首富 你随便能一点订单 就足够叶家吃一年的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哎呀都是自家人 你就帮帮自己家人嘛 好不好 晚清啊 哎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在这里啊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事事顺心 真是个废 消逸消逸抓不到 圣火令 圣火令 管不着 现在都几点了 连我饭也解决不了吗 啊 饭 我们已经做得好了 这还差 家人们不管有多忙 一定要按时吃饭 莫婧 嫁给我爸 像你这个废狗 他想娶我的女儿 妈我家定他了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答应 为什么呀 我还有一件事没做 什么事 那就是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兔年大吉 老大人 老大人不好了 怎么了 时间快到了 什么时间快到了 干嘛说 老大人 您知道吗 新年快到了 哈哈新年快到了 新年快乐呀 新年快了新年快了 红包拿去 谢谢老大人 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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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 一带到 我 以后 一带到 我玩一杯 上个样子 老冰岛江湖 放一个近一点浇草 再给那个很强 不好 我抢吃了 你等人打得最快乐 好久 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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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开 去 去 好吧 然后基本上看着镜头 然后找找一个发枪 他俩就在旁边这样这样 这样 咦 是誰 咦 能穿過了 像銀鑼來是嗎 不是穿床 然後這個時候 肖恩頂就起來了 對著油漫風往後見不畏懼 前面穿的 今天油漫穿的 也是江州市最主目的市場 對 一般都躲 國瘟 好 走 呀 啊 啊 哎 這個應該是 你應該接著我 對 那两个 踢到你心里来 踢过这儿啊 对 对 对 这是右手 对对 抓着之后 像像刻银子一样 然后刻链之后 然后直接打后背 你给我打这就行了 不用不要用这个 用这个平的 这样之后 打下之后先不要 让我一遍 我肖家罚你 他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这块玉佩 到底操在什么名字 小姨我错了 你找我一遍 找我一遍 保住我这箱子太大了 我还碰到他们 但是你有什么 骗过 从我们这儿 从我们坐下来 哈哈哈哈 所以 来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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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一下吧 哈哈 哈哈哈 好 来 来 到前面了 丢 对 刚才直接站起来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必须 对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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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好 来 大家可以吗 可以可以 谢谢 你 这种 叫 叫 找死 别做了 要了 别了别了 上了 这全是这种 干啥 一边是一边 战神 哈哈 很 sorry 笑语你快走不要怪我 哈哈哈你不请妻子带走 预备 主孝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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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往主孝顿我一下 好 先上 老婆你卡了过来这种 哈哈哈哈 你不理他 这一团是真的 还怎样 来我记得你这样的 我让别骂了 哈哈哈哈 然后你瞅啊 各位同意收购的 我愿意每人给500万